真心為您把關 SUM 里程保證 我承諾 大家好 我是小趙 那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2007年的March 嗯? 啊 不是March 是Mini Cooper S R56 像這種車型啊 非常深受女生的喜愛 畢竟它長得非常的可愛 連我自己也都是開Mini Cooper S 只不過我開的是R53啦 那為什麼它也深受很多男生的喜愛呢? 因為它搭載了1.6升直列四缸的渦輪引擎 最大馬力呢上揚至175匹 最大扭力呢 則有24.5公斤米的實力 在今天的車壇上 也可以堪稱是一部實力卓越的小鋼炮 那現在看到我們Mini Cooper的側面啊 前車主已經幫我們升級了JCW的前包桿 側裙到後包桿 它都已經升級了 那再來呢看到我們的輪胎 那它搭載的是205-4517的一個配置 這個配置啊搭載在這種前驅小鋼炮的車上 相對比較不會重拖 在開車的感受過程 它的路感會比較清晰 轉彎呢也比較靈活 那當然啦 輪胎呢最重要的是看你是裝什麼品牌的輪胎 那我們現在就到永和山水庫這邊 來做幾個彎道的測試 那在過彎啊 整個感覺就是會很紮實 不會有那種不安定的晃動 在過彎的時候我會覺得蠻安心的 那畢竟這種車它低底盤短彈 那所以我們開起來的感覺啊 路感啊會非常的清晰 那可能會有些人不習慣這種路感 那可能就是輪胎啊或是避震 要稍微再改善一下 那就會非常好開了 但是以原廠的設定 因為原廠它的避震器就是被自動代工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路感我個人啊 我是覺得蠻Q的 而且路感那麼清晰 反而安全感會比較好 那也可以看到我們的排檔桿啊 它的左右上方啊有兩顆鍵 那左上方比較靠近我們駕駛座這一顆啊 它是我們的SPORT鍵 那按下這顆鍵呢 我覺得開起來的感覺啊 會特別的運動 它的轉速會拉比較高 才會換檔 那在SPORT這個鍵呢 我覺得它退檔它也運算得很好 我覺得它在這個模式下 它的進退檔會讓我開起來 比較更運動 反應會更直接 也比較靈敏一點 那在右上方這個鍵的話 它是關閉我們的防滑 那其實這個鍵很少用到啦 因為畢竟關掉也比較危險一點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是開 mini去立保賽道跑的話 那當然關掉是沒問題的啊 那像現在的R56啊 跟前一代的R53 它在駕駛座這邊還有一個很貼性的設計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遮陽板 有時候開車的時候 側邊的陽光很大的時候 把這個拉起來 其實這個是蠻貼心的設計 現在看到我們mini Cooper的車內啊 我覺得以這種空間來說 群女或是夫妻來使用都非常足夠 再來啊 可以看到我們的冷氣出風口啊 或是儀錶 中控台 它都配置了這種圓滾滾的元素 非常的可愛 我覺得mini最吸引人的地方呢 應該就是這個 很像戰鬥機的控制鍵一樣 是男人啊 都有個開飛機的夢啊 所以這台車啊 可以完成你想開飛機的夢想 其實很多想開mini的車主啊 它都會有點畏懼 因為在前幾代的mini Cooper啊 大多數都是手排的 那這一代已經有 配置了一個六處手自排的變速箱 能夠讓你盡情的享受這個開車的樂趣 它的方向盤快波是比較特別的 它的左右一樣都有一個快波鍵 但是 它的進檔 兩邊按下去都是進檔 大拇指按的這個地方啊 都是退檔喔 它跟很多日系車是不一樣的 然後也搭載了這個安卓機 能夠讓我們不論是導航還是聽歌 都能夠有非常詳細的資訊能夠使用 現在看到我們mini Cooper的後座 雖然車小 但也很貼心 它也附了兩張ISO piece的這個配置 所以在有些家庭可能有小朋友啊 也可以放安全座椅 這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像我自己開R53 我也去過了一些車聚 真的就是有車友把安全座椅放在後面 帶著兩個小朋友一起出來玩 這個空間的部分也都還蠻OK的 非常適合一些小朋友 兩張ISO piece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兩盤它都還配置了一個置物盤 讓你放一些小物品也都非常的方便 那在前座的後背啊 也都還有兩個網帶 能夠讓你置物東西 雖然車子小 但是在一些配置的方面 我覺得mini都做得還不錯 那以整台車的椅子狀況啊 我覺得前車主一定非常的少載人 在後座的方面 它椅子都維持得很棒 都沒有任何的破損或是太多的髒污 現在看到我們的後車廂 我覺得前車主也是非常的貼心 雖然車廂小 但是它幫我們準備了這個置物網帶 讓我們在無論是放一些小東西啊 或是你可能有一些物品 在我們駕車的過程中可能會滑動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置物網帶 固定我們的物品 那mini啊原廠也是非常的貼心 幫我們把三角警示牌啊 放在後車廂頂板的這邊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棒的設計 把空間運用到極致啊 那我們SUM啊現在也有提供保固級認證 那這台mini Cooper啊 它也有我們的YES認證 如果大家還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電或是歷領我們家喻汽車 會有更多的專業人員來為你解說 謝謝大家 實在就是SUM